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没有份去享受 但是从外面看那个照片 就晓得那一次的聚会应该是很热闹 有些从外地回来的 聚会以前爬到厨房那边 看到出来的小孩子 非常好 这个教会是非常有生气的 不像那些老化的教会 现在越来越多教会是老化 就是老的一代 新的没有年轻人 不是因为新年的缘故 今天讲到跟以前不一样 我想这次可能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第一趟不找一段经文 用解决的方法来分享神的话语 乃是有七段的经文 也谢谢同工的爱心把这个powerpoint弄出来 我是最糟糕弄powerpoint的 所以我就请这个同工帮忙一下 因为有七段的经文 所以要把这个经文都打出来 那为什么会一反过去的习惯要七段经文呢 因为教会现在的主题是以生命影响生命 你说有生命吗 三位一起的神有生命 灰色有生命 人有生命 受累也有生命 祈物也有生命 你说以生命影响生命是哪一种生命 影响哪一种生命呢 哇 范围就太大了 所以呢 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主题 就没有办法不多找几段经文来看 大家有程序表 有最单的 你可以打开语字里 每月 里面就把七段的经文都写出来 有些同工 这种子妹习惯要写笔记的话 你都不需要太紧张 因为经文都写在这里 主要的大纲也写在这里 有人有兴趣追求去学习的话 今天我们的用神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是基督论 假如你去Google Schooler Listate Christology 你就可以找到类似这里 今天所列出来的经文 而且要讲生命影响生命 魔鬼撒旦对人类也有很大的影响 那是坏的影响 所以要生命影响 生命是哪一种生命影响 哪一种生命是好的坏的呢 话题就太多了 所以今天我们开头的时候 几次简单的 超期段经文来讲到 我们所爱的主耶稣基督 他对我们这是蒙恩的人 在生命里面有什么影响 所以为了比较清楚一点 我这个题目叫做 默想基督的典范 默想基督的典范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经文 费力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一段经文是非常出名的一段经文 特别是保罗劝勉费力比教会 一个保罗最喜欢的教会 最心想的教会 连坐牢的时候想起他们 他心里都为他们高兴的 而且想起为他们祷告 就很喜乐 在监牢里面像外面的人说 你们要喜乐 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就是因为这样的教会 非常令他的心高兴 十二年来保罗的侍奉 他们不停地供应他 而且为他祷告 但是教会里面 有两个姊妹以前提过了 在这里已经讲过 有亚爹跟神都心两个姊妹 不能好好的同心 所以保罗都把最理想的 这个仿愿样 就是谦卑极举的耶稣基督 来跟费力比的教会 其中的姊妹来分享 今天我们就看这段经文 费力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保罗拿这段经文 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 来鼓励教会里面的 地中姊妹 特别是这两位姊妹 需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把他的榜样拿出来 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 所以请大家一起来 同声念这段经文 同工已经替我们 判判打出来 地中姻妹 地中姻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遵从父神的主义 第八节说 他是传信圣福 圣福是谁啊 是圣子 圣福 圣父的主义 甘心地放下天上的龙华 天上的砖柜 来抑制 来放弃的他该有的专容 这样的耶稣就从天上下到人间 而且是生在马朝 长在不像月婿的家 是犹太人草不起的拿射论城那里长大的 而且他是既是卑微 甘心顺从父神的主义 以至于死 而且是在公开的地方 这是陆体的被钉在实际上 是非常受弱的一个方式 来代替我们 然后无罪的羊羔 代替我们 这是罪人 付上生命的代价 来救赎我们 所以耶稣 他是放弃他的生命 来影响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 可以依旧他的生命 而得生命 这个是以生命影响 生命是没有更高的一个标准 一个榜样 这个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好的方面 一个最完美的标准 所以我们要讲以生命影响生命主题 我们先回到耶稣基督的本话里面 来回想一下 特别是在神经理书第二章到第十节以后 他说 父神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 第十一节 那里所说的 耶稣基督为主 大家晓得耶稣 还没有出生 天使就预告 耶稣的降生 说 要给他改一个名字 叫做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耶稣就是希腊语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 善作耶稣 就是救主 同一个名字 用西法来语讲 叫做耶稣 所以旧约的耶稣 带领百姓 离开埃及 进到迦南 这个耶稣 就是新约圣经的耶稣 他舍命 让我们可以得圣命 以圣命影响 圣命的是从这里开头 没有主耶稣的舍命 我们没有办法有圣命 但是这里强调的耶稣 不光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死亡 神的刑法 无不口称耶稣 这位历史上的 有血有肉的耶稣 称他为基督为主 什么叫基督 基督是一个 也是希腊语的发音 我们今天温学一下 神学里面叫基督论 那什么叫基督呢 原来基督就是Christos 就是希腊语的发音 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中文来解 基是基础都是都差 所以基督是什么 你就乱来了 不能这样来解的 因为他是把他的发音 好像Hallelujah 阿们 那是发音翻过来的 基督就是旧约西伯来语的弥赛亚 旧约有三种的情况 是用高游来高利的 一个是基师 一个是君王 一个是先知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大卫王 游高利 晓得哈 弥赛亚就是用有高利的哪一位 神所分别为圣 来作为神所差遣 来拯救神的百姓的这位 兴起当中的弥赛亚 他是基督 基督就是神所拣选高利 分别为圣的哪一位 他不是一般的 乃是神所拣选高利的 这位以生命的百姓 来拯救我们的耶稣 是我们的基督 而且有些家 他们都会有一个牌 写了基督是我家 什么是主 主就是主人 主长 旧约里面的犹太人 因为徐家里面 其中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 不可望称耶华的名 所以在旧约里面 他们很少提耶华的名 所以好像中国人不乱 把爸爸的名字拿过来 除非骂人的时候 把你的妈妈 爸爸的名字拿出来 爸爸的名字是非常庄重的 不能乱讲 耶华的名字不能乱讲 所以犹太人 他们就避免讲耶华 他们就讲主 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主 那坐在导座上的 反正就不提耶华这个名字 不敢啊 以前抄圣经 抄到耶华的名字 要洗澡 然后才抄下去 所以你去看四篇 一百十九篇 那洗了很多澡啊 耶华的名字 这么圣经 人抄的时候 也团心洗干净 才抄下去的 是这样的军位 所以他的名字不能乱讲 结果就讲 用主这个来代替 那是主 是主人 是主主 无不口称耶华 是基督 神所拣选高律的那一位 从十一年叫他活活过来 神就把他 与主界所身为最高 是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这样的一位基督 一位主 是能将荣耀归于父神的 所以感谢主 以生命名赏的 主耶稣基督 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 来荣耀父神 今天我们蒙恩得到生命的人 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 是属于主的 等于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看下一段经文 马太福音 第20章28节 平衡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 在马太福音20章那里 讲到 真如人子来 不需要受人的服事 我的普通话太久没有讲 最近去英语讲 也是用英语讲课 所以还是不要 请大家同声来念出来 好不好 我都安静听一听 不然的话乱讲就不好 我们同声来念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是用他的生命 留他的宝学 来买赏 来买赎我们 所以 以生命影响 生命的这位 主耶稣基督 是为我们 对人 血身 带主 让我们 让我们 能够赏 救赎 为人 成为 神的儿女 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 这位 为我们 血身 流血的耶稣 主 对我们 生命有什么影响 就是 附上 主价 来买赎我们 这个是 按照个人的立场来说 每一个 蒙恩的罪人 都是因为 主服了 主罪的代价 我们 才可以 在 他里面 有生命 我们 再看下一段经文 以夫所书第五章 二十五节 我给大家 晓得一下 以夫所书的背景 以夫所书一到第三章 是保罗 写给以夫所整个区的教会 所以 以夫所教会没有特别的指名 某一个教会 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个事情 是一个非常 笼统的 按来传作来念的 一本书 以夫所书第一章 一开头 在第三节 就讲清楚 神在 基督耶稣里面 赐给我们 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 然后 就从一到三章 把这个属灵的福气 分在很多方面 来给我们解释 教导 这样的 在基督里面 所蒙的恩典 不是白白拿过来的 所以第四章第一节 和和本 没有翻出来 第一节 开头 应当有 因此 前面是讲到 神在基督里面 给我们各样 当属灵福气的时候 第四章第一节 的时候 第四章第一节就是 因此 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坐牢的保罗说 你们既然蒙造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造的恩 上称 一到三章 是把这个恩典 清楚地列出来 在第四章第一节开始 就说 这边是蒙恩 这边是该有的行动 该有的生命生活 应当是上称的 然后 到第五章二十一节 就把这个蒙恩 该有的生活 很具体地放在家庭的环境里面 所以和本的圈圈呢 二十一节后面那个圈圈 应当搬到前面去 所以有自己的圣经的 请你看看你自己 找看你的圣经 有Digital Bible也可以看 第五章 二十一节应当是 家庭生活里面的大前提 那个圈圈应当从二十二节那里 前面搬到二十一节的前面 在家庭里面 以前的犹太人 有夫妻 有父母儿女 有钱的也有仆人 所以这三双的关系 按照一个大前提 就是五章二十一节 又当传敬畏基督的心 然后呢 彼此顺服 基督是元首 他是教会的头 是家庭的主 家里的每一个人 因为敬畏这位基督 这个是中的关系 结果很呢 大家愿意彼此顺服 我没有时间多跟你讲 不过大陆有人 把我写的一本小小的书 婚姻问题解答 放到网上 所以你上那些网呢 可以免费找到那本书 婚姻问题解答 里面呢 就是用五章二十一节 这个家庭关系里面的大前提 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因为敬畏基督 所以愿意彼此顺服 我爸爸是中山大学毕业的 我妈妈是被卖到南洋 当庭女从来没有念过书的 所以我爸爸在我的家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大男人主义的一个人 我是从他那里学会哪一套 所以当我一看一看一部手术的时候呢 哇 二十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 当政府妻子的丈夫 我以前很喜欢讲这个 很多教会的长老 也就很喜欢请我去讲 婚姻啊 家庭啊 因为她们可以用我的嘴巴 讲她们要讲的话 但是后来我自己很好地看 书所处打端经文的时候 那种发觉二节一节 应当是以后所有家庭关系里面的主题 或者是原则 后面的是细则 原则是家里的所有夫妻 父母而语 主人 仆人 大家都因为忠的敬畏基督 结果恒呢 以子胜负 所以后来我看这段经文 我就发觉 大家有圣经的回去慢慢看 归纳斯去观察 耶稣为教会做七个事情 你去看看你做丈夫的有没有办法做到 你假如没有做到 你就不要要求你的妻子 圣服你 好像教会圣服基督 大家特别要留意这里很多次 如同 好像 更如 没有去讲党童 千万你小心 不是教会圣服基督 这是党童太太圣服丈夫 那没有办法党童的 为什么 你爱太太 爱到一个地步 你愿意为太太学己 然后她就变成寡妇了 但是基督真的为教会学己 但是她从洗礼活活 所以教会就不是寡妇了 那所以耶稣为教会所做的 是我们做丈夫的做不了 所以以后我就觉怪了 不敢要求温师母是 如同教会圣服基督的来圣服我 但是这里讲清楚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刚才所看的马太福音是 耶稣为我们每一个罪人大主 但是这里常调的就是 耶稣为教会里面 每一个弟兄姊妹 教会做一个整体 一个单位 耶稣是教会的元首 是那个头 他是主 教会里面 牧师长老 只是理事 我管你叫什么名堂 反正他们都不是主 都是教会在你家里开头的 教会里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是你大信主的 也不是你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主的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 都要因为君为基督 用于彼此训练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为教会而起 所以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 所以就是我师母会 每一个教会的人都是我大信主 我还不是他们的主 是耶稣基督用保洁众教 把我们埋属回来的 所以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要明白 要温许一下 这会为教会舍己 这个不是我讲的 以后所读五章二十五节那里说的 是耶稣为教会舍己 所以教会要完全地顺服基督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第四段的 大家看成绩端的那里也列出来 为朋友舍命 来选明神的爱 我们一排来 把他同声念出来 大家同声都要快 要比赛 同声来念 两位 两位 哇,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发觉 耶稣这里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一种关系 我们就是罪人干死的蒙恩得救 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 一同来敬拜这位主 但是这位主帅啊 我把父哪里告诉我的 现在已经告诉你们了 所以从今以后啊 我都称呼你们是朋友 明年在香港有个联合的研讨会 他们要请我讲一个主题 谁我选 我就选了恩情神主 现在我是开始预备那一个讲座的东西 就想到这里 我说真的没有办法 我感受了主的恩情 不但是罪人蒙恩成为神的儿女 一个更高的身份地位 也就是说你们是我的朋友 不过朋友 不过朋友有很多 有些是二十年不见 也不觉得什么的 有些每两个礼拜都要冲一次电话 有很多种朋友是吧 我不晓得 你跟耶稣的那种朋友的关系 是不是每天与他同行 跟他同生 跟他同心 跟他同行的那种朋友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为朋友舍命 来显明他的爱 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 是耶稣说的 我盼望你每天醒过来的时候 你跟我们的好朋友 耶稣谈心 听他的话 把心里的话也告诉他 假如你跟耶稣的关系 太冷淡了 盼望今天我们温习一下 这位为我们学习 这位为我们学习 留学 买习我们的主 现在把从书来里所听的 已经告诉我们了 然后给我们一个 提升到更高的身份 成为他的朋友 因为他为我们 舍命选民 选民他的爱 我们就每天温习一下 享受一下这个好朋友的 哪一种的爱 不需要等到圣餐的时候 才回想主的受死受害 但是我们常常地 回顾我们过去的一切 回想他为我们 回想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然后我们心里面 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不是早上不读经 那天就早到了 开车也有缺货了 什么什么 好像念 早上读圣经 是为自己积功劳 不是 是跟朋友谈心 听他的话 把心里地告诉他 因为他为我们 因为他为我们 舍命 他也把从父神那里 听地告诉我们 然后又提醒我们 第十四点 你们若真行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我们像他的朋友吗 还是嘴巴是这样讲 就好像 约约里面所讲的 一些人 他们用嘴巴近近神 心呢 却远离神 这样的朋友是什么朋友 感谢主 他称我们朋友 是因为他 是在爱我们 但是我们要付上 我们该做的条件 就是遵循他所吩咐的 主耶稣吩咐的就很多了 假如你需要温许的话 你就回去看看 这不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在 12 13 14 15 16节 几章里面 很多很具体 很清楚的 在耶稳定的 耶稳的吩咐 那这叫做 流芳上的 谎话 耶稳离世 耶稳离世以前 跟门徒一起 讲的是非常 从心底里面讲的话 假如你要 要期盼 遵循 您耶稣所吩咐的 意思是别所讲的 你就温询一下 耶稣吩咐什么东西 我邀请你去温询一下 尤其是讲圣经 非常清楚 也非常精确 也非常真诚的 耶稣向门徒 也是向我们讲的话 好一块 我们就跑到第五点 为多人代祷求恩 这里讲到多人 经文就比较多一点 先我们一起来念 约翰婚姻第十七章 这些圣经同圣念 约翰婚姻第十七章 这些圣经之后 约翰婚姻第十七章 是我的圣经之后 约翰婚姻第十七章 假如你有红字版的圣经 你就发觉整章都是红的 因为是耶稣的祷告 主耶稣的祷告 不在马台 所以哪段经文 那个是我们把老外的英语 翻个中文来 他们叫做The Lord's Prayer 所以我们就翻个主祷文 那个是乱讲 那个不是主耶稣的祷告 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 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假如耶稣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耶稣的 有问题啊 什么我们啊 但是约翰婚姻十七章 请大家听我念 十七章第一节 耶稣说了这话 就是前面跟门徒 在流房上 守约翰婚姻以前讲的话 耶稣就举目望天说 父啊时候到了 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使儿子也荣耀你 以下这是耶稣跟父神的谈话 就是他为门徒 也为我们 这是信徒的祷告 所以大家当里面说 是为多人代求 当时过号里面讲到门徒 信徒 为什么 因为约翰婚姻十七章二十节 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 求求这些人是谁啊 就是他的门徒 也为那些因使徒们 所讲的话来信徒的 那是谁啊 就是我们信徒 所以这里的代求 是为门徒 就是过去的 也为信徒就是现在我们 所以就为耶稣的 你圣命领导 圣命 是因为他为我们 以前已经在约翰婚 四章里面为我们祷告了 你跟我还没有出生啊 这个是恩情啊 我们都没有出生 他已经为我们拜求了 因为他说 我不但为这些门徒来 拜求 也为那些 用这门徒的话来信 我的人 就是我们啊 来祈求 他是怎样 以上命 领导 上命啊 他是为我们拜求的主 你还没有出生以前 已经为我们祷告 你们做爸妈的 有没有小孩没有出生 已经求主啊 你给我小孩吧 有啊 肚子里面的小孩没有生出来 每天祷告的时候 不光是为自己祷告 主啊 你记得吗 你怎样为肚子里面的小孩祷告 我也听说 有时候爸爸 也是按照这个 拆拆的 大的肚子来祷告 按手祷告 主啊 你保守 以前只有 主 主要的时候 主啊 你给他 好好的生下来 而且是 没有什么意外的 剩下来 不要什么 残疾啊 什么什么的 以前是这样 按手祷告啊 小孩都没有出生 已经为他祷告了 你不要说你这样做 耶稣也是这样啊 我们都没有出生 已经为我们祷告了 这样是以生命影响生命吗 他自主 他自主 为我们拜求 不光如此 我们看下一个 西班牌书 这个很长 我们同生来把它念出来 好吧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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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里提到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位祭司 西班牙书以前我们查过了 是把旧约里面生命纪啊 立位纪啊那些条例 那些献祭的规矩等等 套用在耶稣的身上 以前我们都曾经有系统的查过西班牙书 大家可能还记得吧 小若不记得也没有办法 那是到神那里算账了 我已经话已经讲了 你们记不记得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当时这里说 以前的大祭司每年一起都是到圣殿 特别是大祭司一起跑到祭圣所 大祭司跑到祭圣所是非常圣洁的 所以他们进去的时候呢 有两个条腿 一条腿是有个行主绑坐 一个是有个领子绑坐 走路的时候领子响了 就想到大祭司跑到哪里 因为是圣殿所不能乱进去的 大祭司还是每年才一起进去 而且要带着几乎来进去 所以很久没有临生了 就是可能大祭司不圣洁 在祭圣所里面 被圣洁的神取杀 死掉来担当 就把那个行主拉出来 以前的大祭司到祭圣所来敬拜 但是过去的祭司都续续了 所以二十三节说 数目本来多 为什么 不死掉了 但是耶稣这位呢 是永远常传的耶稣基督 祂祭司的责任 就长久不更换了 二十四节 这里一个宝贵的应许 反靠着这位大祭司耶稣的 祂是更美的祭 祂是一次把自己献上 当作活祭 过去大祭司的 每次去都要窄流窄羊流血 但是耶稣是更美的 祭屋一次把自己献上 就满足了法律上的要求 而且耶稣这个大祭司是长远活着 为我们在父神的右边来代求 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是 过去耶稣为使徒也为门徒 信徒帮助我们来代求 那个是过去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祂不是下岗没有事情干 祂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祂是以生命 现在还是影响我们的生命 你不是里面亏羞吗 你传福音亏羞吗 你教基督徒觉得很难过吗 不是要担心 因为我们这个长远活着的大祭司 他是以他大祭司的生命 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今天为我们代求 这样的一位基督好不好啊 太好了 你感受祂的恩情吗 你愿意报恩吗 你心里面感恩吗 你嘴大谢恩吗 这个就是神的恩情 在基督里面很具体的 不管讲理论的 很具体 今天他是用行动来证明 他是以生命影响 生命的一位完美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聚会 他还附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很多团婚姻的 就培里啊 这个唐重荣啊 他们去开布团会 前面是开布团会 后面很多人过他们代求的 我们就是基督徒每天过生活 做属灵的徒灵的徒灵 你不要会心 不要觉得孤单 今天 我们长远活着的大基督 还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你心里的安慰吗 你觉得孤单吗 你是要力量吗 你放心 他没有凋序我们 他还是积极的 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 我去外面领会 常常很多人 为牧师 这是我的名片 请你为我们祷告 除非我之类很多代求的事情啊 我就没有这样的本领 我答应他们 前面几个月我会为你祷告 我不敢open end的时候 我就继续为你祷告 不敢 不可能 但是我们这份人之外 不断地在父神右边 为我们代求 你心里觉得怎么样 孤单吗 亏心吗 难过吗 不要担心 中文真的很好 担心跳到哪里 随时会掉下来的 放心 放心 放在哪里 就不需要担心了 是吗 我就请你今天 放心 为什么 我们有个永远 长远活着的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你还是要担心吗 不需要 放心 放心 放下来 安心地过你的日子 不是要为明天 又累 因为他为我们代求 都好啊 我总是要担心 我总是要想啊 假如我不是基督徒 我想日子很难过 你没有想过啊 但是有些基督徒 每天都好像不好过 你真吃亏了 你忘记了 耶稣是代祖的 耶稣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家之主 是我们人生的主 你就放心啊 带我们代求 赶快我们看下一个 第六个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也邀请大家同生来念 今天我们问语一下 我们今天在主里面 有从神来的生命 因为耶稣为我们代死 买赎我们 他付了代价 他死是为我们死 让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 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 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 他是主啊 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讲啊 有一次我去探访啊 那个姊妹在家里 我也不晓得她是追那些 连载的那些什么电视节目 所以我去探访的时候 她电视没有关 我就跟她谈话 更是她的一家之主啊 不是来找她还是 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生育的 要赚钱 结果呢 钱就变成我们的主人 钱是很好用的功能 但是很可怕的主人 但是这位为我们死的主啊 他是我们的主 他为我们死 让我们为他而活 不过有些中国人做爸妈的 是为儿女和活 他们移民来美国 为什么 为了小孩 那小孩长大了 他们就没有人生目的了 忘记成龙 小孩到这里 爸爸妈妈搬家搬家 跑到好的校区 结果小孩念完 做医生了 那怎么样啊 人生没有目的了 为什么 你不能把世界上任何东西 来带去神的地位 因为那个是宝像 但是为我们死的主 应当是我们人生的主人 是我们一家的主 是我们过去的主 也是我们将来的主 你放心吗 放心 你人生有目标吗 有 因为是为主而活 你命述吗 为主的缘故 你赞成吗 为主的缘故 你带小孩吗 为主的缘故 所有的都是为主 为什么 因为他为我们死了 最后一个了 赶快 我是托律 找七段经文 还是乖乖的按时候好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 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 很特别 是耶稣跟犹太人对话的 特别是第八章 是二节以后 他说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福才来的 等等讲的话 但是那些反对他的法利赛人 吵不起耶稣 然后耶稣跟他们讲话 好像一个没有受过文化 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他讲话 讲得好不清楚 大家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 你们若不信我是 大家小心看你的圣经 和赫本里面点点点点的 所以音刚原文就是 你们若不信我是 必要死在最终 第二十八节 又说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举取人子以后 不自在我是 那法利赛人 你们讲话 我是什么东西 我是算没有东西的 我是男人 我是中国人 我是好人 我是 怎么可以说我是 他们听不清楚 有数是非常大胆的 引用初爱主题第三章 尤瓦桑莫西 选顺的时候 我是自由拥有的 那个来讲 套用在他身上 和赫本呢 第八章五十八节 那里翻得不好 五十三十 和赫本一章都很好 但是绝对 那应该是这样翻译 耶稣说 我阿门阿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是 原来耶稣说 我都是神 是父亲我来 但是我就是神 他们不懂得 所以他说 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 你说你 已经有你了 他们就问了 你还没有五十岁 五十七节 怎么见过亚伯拉罕 怎么可以更加亚伯拉罕的神 还有亚伯拉罕 欢欢喜喜的见你 怎么解回事 但是耶稣说 你们的父是魔鬼 因为他是说方之人的父 第八章第四十节 等等我们都不多讲 反正呢 他们喊嘘就骂耶稣 你是假种的 所以说 你是上马里亚人 你是本父的 什么什么 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耶稣讲清楚 他是父神所差来的 所以他说 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原来前面是讲到犯罪的 大家留心看 第三十节 就是罪的儒伯 儒伯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下面就来 所以 你不看前面的 你就不懂 后面为什么突然今天来一个 所以 所以天父的儿子 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原来这里是讲到 犯罪的人是没有自由 因为罪是控制这个人 某些罪是很明显的控制人 包括吸酒啊 吸毒啊 那些是控制人 但是有些不大明显的罪 还是控制人 撒谎啊 你说我从来没有撒谎 没有撒谎都给你举手 你敢举手啊 我们都是对的儒伯 骄傲 自在 去想里面犯淫乱 没有做出来 而且圣经说 去想啊 这不对啊 都是罪的儒伯 但是今天呢 天父的儿子给我们得自由 我们就真的可以得自由了 你有犯罪的性向 犯罪的习惯 犯罪的哪一种过去的生活 来控制你吗 好消息 不应 好消息 这是被控制的人 因着天父的儿子 可以得自由 你今天来聚会以前 你还是在犯罪的控制以下 发提醒 我有个中学的同学 他讲粗话 于是他就绝技以后不讲粗话 所以家里门口 厨房 书座上 不再讲粗话 没有用的 天父的儿子 给你 天父的儿子给你 你就来真自由了 感谢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温许一下 主耶稣 他怎么样以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 他是舍弃天上的专容 顺从父神的主意 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 舍身的代价来买赎我们 他为教会舍己 他为朋友舍命 他过去为我们代仇 今天还在父神右边 为我们来代仇 主耶稣 为我们死 用他的爱 激励我们 为他而活 我们在心里面 来向主 交通 感恩 赦恩 主啊 感谢你 人是看外貌的 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 刚才 这种子妹 从心底里面 向你的感恩 没有讲出来的 向你的赦恩 主啊 你都愿意 因为你喜欢我们 用心灵诚实来信拜你 主啊 让我们 聚会完了以后 才用我们的手跟脚 来向你报恩 主啊 求你 就眷顾保守 我们去中子妹 成年一个礼拜的生活 来考你的喜悦 不辜负你的恩典 这样的感恩 叫托 送你 祝你 阿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